大家好 我是陳美濤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 神雕俠女裡面的女人經 楊過遇過這麼多個女角 每個都有一首 最漂亮的一定是小龍女 但最聰明的又是誰呢 神雕裡面最聰明的女人 這樣說當然不算黃蓉 上一輩的已經比賽完 我就覺得這一輩裡面 最聰明的是袁顏萍 大家未必很留意她 她的開頭和其他女角很相似 遇到楊過 楊過幫她解決了困難 兩個人再flat一下 放心暗許 而且楊過還疼她的眼 在那個年代這些叫肌膚之親 她當然喜歡楊過啦 照道理她就應該和六無雙情英那些一樣 一見楊過不中身 不斷為楊過付出 一輩子都不嫁 戴完顏萍帽 她知道自己喜歡不到楊過 就轉向耶律齊 耶律齊也不差啊 是周伯通徒 靚仔有型又名媛之後 本來都順順利利的 讀者應該都以為 耶律齊和袁顏萍會一對啊 但是呢 耶律齊又轉去追國父 追到國父 直接做丐幫幫主 好像現在找到些有錢外父 不用儲錢買樓 袁顏萍知道自己父母傷亡 怎麼都不夠國父這些富二代兜了 不要緊 再落一格 嫁給國靖的徒 大小母裡的小母 你說這些小配角都選得過 那兩個大小母 武功不好不靚仔人品一般般 分分鐘你連她的全名都不記得 但在那個世界裡 國靖和黃蓉是武林的權力核心 如果你沒辦法靠自己闖出一番事業 就要黏在他們裡 所以袁顏萍最後都生活得不錯的 看回陸毛箱和程英兩個 都有很多機會接觸大小母 但他們從來都沒想過要退而求其次 一心只是想著男神楊過 其實人生就是這樣 尊嚴和智慧很多次都只可以選一樣 如果那個世界在楊過離開的時候停頓了 情應六無雙懷抱著愛情的回憶 都是幸福的 但三十年四十年後 愛情都已經退色了 難道還比較另一輩美不美嗎 這個時候袁顏萍至少還有家庭 初戀固然美好 得不到的愛情也值得懷念 但只可以用來懷念 假如你和劉德華拍過拖 偶爾回憶下 二十年後再拿出來說 多帥啊 但當這段回憶是人生的傳播 將自己生命的主題曲變成遺憾 那又何必呢 一個不小心 好像公孫六惡 為了這段感情連命也沒了 懷念也沒得了 一見陽過五中身 情深一世值得景仰 但就絕對不值得參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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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